我们就直接从北京飞到俄罗斯了 下个月 确实我们在国内生活的这一年期间 我们确实感觉到真的国内确实很累 太累了 大家看啊 这两天我们在忙什么呢 在忙着收拾行李啊 我们要回俄罗斯 我们要回俄罗斯了 对 那边还有两箱 三个 三箱 这边啊 也都是 前两天 昨天 已经悠走了六下 这是我们一年在广州所攒的家当 统统要悠走了 时间过得非常快是不是人家 特别快 特别特别快 感觉一眨眼一年就过去了 去年 几乎是这个时候吧 夏天的时候 我们领着丈母娘 来到了中国 来到了广州生活 当时对大城市的感觉两眼玉莫黑 因为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对 现在呢我们也渐渐的 一年之后呢 我们也渐渐的熟悉了这个 大城市的生活节奏 包括很多的这个 电卖卖 电卖卖 电卖卖了 然后这个打车了 日安甲现在都不用我了 自己就能很熟练的来操作 包括这一年 对 骑共产弹车 这一年我们收获挺大的 雷奥在广州给他办到了他的人生一个大事 是 入了中国国籍 正式的入了中国国籍 正式的入了中国国籍 上了中国户口 嗯 然后呢在我们家附近 选了一个雷奥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幼儿园 我也喜欢 对 雷奥接触到了中国的小朋友 然后有了中国的社交 嗯 我们也在广州认识了很多善良的人 很多帮助过我们的人 朋友 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次突然要回到俄罗斯呢 因为我想回家 俄罗斯是我的家 我想妈妈 我想我的朋友 对 因为我们在俄罗斯毕竟生活了十几年了 嗯 那里有我们的亲人 有我们的朋友 嗯 我们其实还是想回去看看亲人 看看我们的朋友 也一年多没回去了 还有 嗯 俄罗斯不热 夏天不热 对俄罗斯夏天不热 听说俄罗斯在我们离开之后的这一年变化非常非常大 听我们的朋友说 嗯 嗯 我们想回去也是想看看俄罗斯 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朋友所说的 嗯 这个满街跑的都是中国车 嗯 然后是不是现在超市里卖的全是中文 带有中文的一些这个食品 对 很多东西都验上了中文 嗯 看看俄罗斯在这个国际的大局势下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嗯 我们也其实挺想通过我们的镜头 把真正的俄罗斯展示给大家 而且呢 我们也 最近中国关系也是特别特别的好 嗯 看看我们的贸易了 包括我们也想回到俄罗斯通过我们的镜头 嗯 这回真正的给大家好好拍一下俄罗斯的美 啊 虽然我们的旅游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再推进一下下去 但是呢我们要尝试一下啊 即使推进不下去了我们也想通过镜头来记录一下俄罗斯的一些人文的美景啊 让大家隔着屏幕也能带大家啊这个亲身实际的感受一下俄罗斯漂亮的这个美景 比如说东宫了叶卡捷迪纳宫了美丽的聂瓦河了啊这个漂亮的这个拉多加湖湖湖了啊波罗的海的海景了都想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那就是在我们家门口啊 啊其实圣美德堡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吗 像通过镜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有的时候大家也在视频当中说心疼云飞 云飞把整个家的重担都扛在身上 确实我最近也是感觉到身体也已经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 对呃 然后呢我们也想抽一段时间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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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五大 这是我们也想通过用镜头 把我们的这种松弛感展现给大家 我们还有两年 对 到了要上学我们还有两年 可能要上学了之后 我们就没有这么自由了 这两年期间我们还是想 追求一下自己想要的生活 因为我跟Rania前一段时间 去逛逛商场的时候 发现以前我们两个上大学 很喜欢的品牌 很喜欢 瞬间不喜欢了 都不看 还是我们老了 老了过了这个年龄 我们很怕当我们有时间了之后 我们就不喜欢旅行了 对不喜欢旅行了 趁着我们喜欢 趁着我们年轻 我们要追求一下 稍稍的追求一下 我们自己喜欢的生活 确实我们在国内生活的这一年期间 我们确实感觉到 真的国内确实很累 太累了 很多行业都特别特别的卷 包括我们之前想从事的 这个直播行业 确实是太卷了 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 自己内心就充满了负能量 然后没地方宣泄 就把能量都转交给了家人 其实这个是做的很不好的地方 脚是怎么受伤呢 就是你没办法来宣泄你的心情 然后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在你身边 你就把这个负面的情绪 踹了一脚扫地机器人 就把脚给弄坏了 然后让家里人都担心了 所以说有些时候还是 其实我们要学一下国外人的那种松弛感 然后我们要及时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心情 其实来说 我真的是 我感觉我们两个也不需要那么多财富 够花就好 开心 开心 非常好 开心 非常重要 对开心非常重要 我们在广州这两天呢 把箱子大家都看到了 都收拾好了 一共十几个箱子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了 12个13个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把它发到 河北 我们的小的小的房子 我们青方岛的那个小房子上 然后我们在河北调整几几天 然后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嘛 然后我们就大概是下个月 我们就直接从北京飞到俄罗斯了 下个月 下个月回到 哇 我有好多俄罗斯好吃的 我想吃 那好吃的 俄罗斯没有好吃的 十几年了没有好吃的 有一家家可以吃一周 吃够了 任奈在中国唯一一个特点 就是变胖了 吃的好吃 我不欢迎 我胖了 就是吃的 特别顺口在中国 非常喜欢中国的美食 然后这个房子我们也不租了 然后我们去俄罗斯 这次我们连旅行带去俄罗斯 可能会几个月的时间 下次回到国之后 可能是几个月以后了 这个房子为了放这些东西 你说再租个三个月 四个月的 两万三个月 反正我们感觉挺心疼的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优到情况岛 放到我们的小房子里面 而且这些物流还很便宜 人家震惊了 这些物流才花了几百块钱 然后我们可能还会回来吗 广州 肯定回来 肯定回来 你喜欢广州 我喜欢广州 我喜欢留的幼儿园 肯定回来 好吧 那我们就 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回来 对 因为我们比较自由嘛 对 没有房子没有车 到哪去租个房子 然后到哪交通需要出行 就打个车 那好吧 然后很期待 接下来在俄罗斯 跟大家相见 拜拜 你看 这是都是 都是箱子 我们的箱子 这是我们的花 这是留了广州给我 在中山海我 带过来 这个花我自己买了 所以说我拿走 必须得拿走 任奈是一个非常懂生活的人 我们家里就是说 一直都会有鲜花 无论是什么时候 都会有鲜花 对 我喜欢花 对 其实感觉有的时候 真应该学学外国人 他的这种对生活的态度 生活是自己的 工作是别人的 有花心情好 对 花心情好 我们家一直都有鲜花 对 在这个水里插着 他也习惯了 他现在知道没有花 肯定去买新的 对 我们一没有花的话 要不就是他看到花买 要不就是我看到家里的花 平常好长时间没有花了 我就买给任奈 原来他不会买 对 原来我也不会送花 我感觉花这种东西 无所谓 那个过生日的时候 也会送 对 他原来过生日的时候 现在怎么样 非常好 现在非常好 就是花是一种 花是一种 能够调节人的心情的一种东西 是表明了一种生活态度 这个是我跟任奈学的 我们两个相互学习